第109回困司马汉将其谋费曹芳未加果报 蜀汉延西十六年秋 将军将为起兵二十万 令妙化 张义为左右先锋 夏侯坝为参谋 张义为运粮食 大兵出扬平官乏位 为与夏侯坝商议约 向举雍州不克而还 今若再出 必又有准备 功有何高见 坝约 笼上朱骏 只有南安前梁最广 若先取之 足可为本 向者不克而还 盖因枪兵不至 今可先遣人 会枪人于拢幼 然后进兵出十营 从董廷直取南安 为大喜约 功严甚妙 遂遣西征位时 积金珠鼠锦入枪 结好枪王 枪王弥当 得了礼物 便起兵五万 令枪将俄和烧歌 为大先锋 引兵南安来 为左将军郭怀文报 飞奏洛阳 司马师问朱将曰 谁敢去抵蜀兵 辅国将军徐智曰 某愿望失诉之 徐智英勇过人 心中大喜 即令徐智为先锋 令司马昭为大都督 领兵望拢西进发 军制董廷 正欲将为 两军列成阵势 徐智使开山大府 出马挑战 蜀阵中料化出营 战不束和 化脱刀败回 张义纵马挺枪而营 战不束和 又败入阵 徐智驱兵掩杀 蜀兵大败 退三十余力 司马昭一收兵回 各自下债 将为与夏侯霸商议约 徐智永慎 当已何策勤之 霸约 来日诈败 以埋伏之计胜之为约 司马昭乃仲达之子 岂不知兵法 若见帝氏眼应 必不肯追 无见卫兵 累次断无良道 今却用此计诱之 可斩徐智以 虽换料化 吩咐如此如此 又换张义 吩咐如此如此 二人领兵却了 一面令军士 鱼路撒下铁吉利 战外多排路角 是以九计 徐智连日引兵诺战 蜀兵不出 少马报司马昭说 蜀兵在铁龙山后 用牧牛流马搬运粮草 以为九计 只带枪兵侧应 召唤徐智曰 昔日所以圣蜀者 因断笔粮道也 今蜀兵在铁龙山后运粮 如今夜引兵五千 断其粮道 蜀兵自退以徐智领令 出更时分 引兵望铁龙山来 我见蜀兵二百余人 驱摆鱼头 牧牛流马 装载粮草而行 卫兵一声喊起 徐智当先拦住 蜀兵尽弃草而走 智分兵一半 押送粮草回寨 自引兵一半追来 追不到十里 前面车杖横劫去路 致令军是下马拆开车杖 只见两边忽然火起 致及勒马回走 后面山屁斩辖处 亦有车杖截路 火光蹦起 致等冒烟突火 纵马而出 一声炮响 两路军杀来 又有廖华又有张义 大杀一阵 卫兵大败 徐智奋死之身而走 人困马拔 正奔走间 前面一支兵杀到 乃将为也 智大惊无措 被围一枪刺倒坐下马 徐智跌下马来 被众军乱刀弹死 智所分一半压粮兵 亦被夏侯霸所擒 晋将其中 霸将卫兵衣甲马匹 令蜀兵穿了 就令其坐 打着卫军旗号 从小入境分回卫寨来 卫军见本部兵回 开门放入 蜀兵就寨中杀起 司马昭大惊 帮忙上马走时 前面撂花杀来 昭不能前进 急退时 将为引兵从小路杀到 昭四下无路 只得勒兵上铁龙山巨手 原来此山只有一条路 四下接险去南上 其上唯有一拳 只够百人之隐 此时昭手下有六千人 被昭维崛起路口 山上泉水不孤 人马哭壳 昭仰天长汉约 无死于此定义 后人有诗约 妙算将为不整前 为师受困铁龙间 唐娟驶入马林道 项羽初为九里山 主部王韬约 昔日耿宫受困 败景而得甘全 将军何不孝之 昭从其言 遂上山顶全边 再败而铸约 昭奉赵来退蜀兵 若昭和死 令甘全枯竭 昭自当文景 焦步军进家 如寿炉位中 愿苍天早次甘全 以活重命 驻必泉水涌出 取之不竭 因此人马不死 却说将为在山下困住卫兵 为中奖曰 昔日丞相在上方谷 不曾捉住司马懿 无身为恨 今司马昭 必被吴秦以却说 郭怀听之司马昭 困于铁龙山上 欲提兵来 陈太曰 将为会和枪兵 欲先取南安 今枪兵已道 将军若撤兵去救 枪兵必成虚袭我后也 可先令人诈降枪人 于中取势 若退了此兵 方可就铁龙之为 郭怀从之 遂令陈太引武千兵 竟到枪王寨内 结甲而入 契拜曰 郭怀望子尊大 常有沙太之心 故来投降 郭怀军中虚实 某拒之之 只今夜愿引一军前去结寨 便可成功 如兵道卫寨 自有内影迷当大喜 遂令俄和烧歌 同陈太来结卫寨 俄和烧歌 俄和烧歌降兵载后 令太引枪兵为前部 事业二更 竟到魏寨 寨门大开 陈太一起马先入 俄和烧歌骤马 挺枪入寨之时 只叫得一声苦 连人带马 跌在陷坑里 陈太兵从后面杀来 郭怀从左边杀来 枪兵大乱 自相践踏 死者无数 生者进驾 俄和烧歌自问而死 郭怀 陈太引兵直杀到枪人寨中 没当大王急出杖上马时 被卫兵生擒活捉 来见郭怀 怀荒下马 亲去其父 用好严辅为约 朝廷素以功为忠义 今何故住属人也 弥当惭愧服罪 怀乃说弥当曰 功今未前部 去截铁龙山之为 退了蜀兵 无奏准天子 自有后赐 弥当从之 遂引枪兵在前 卫兵在后 敬奔铁龙山 时值三更 先令人抱之将为 为大喜 叫请鹿相见 卫兵多半砸在枪人部内 行到蜀寨前 为令大兵 皆在寨外屯扎 弥当引百余人 到中军帐前 将为 夏侯罢二人出影 卫将不等 弥当开言 就从背后杀将起来 为大惊 急上马而走 枪 卫之兵 一起杀入 蜀兵四分五落 各自逃生 为手无弃械 腰间只有一副弓箭 走得慌忙 箭接落了 只有空壶 为望山中而走 背后郭槐 引兵赶来 箭为手无寸铁 乃骤马挺枪追之 看看至近 为须拽弓弦 联想十余次 怀连朵树帆 不见剑道 之为无剑 乃挂住钢枪 拈弓搭建设之 为急闪过 顺手接了 就扣在弓弦上 带槐追近 望面门上尽力射去 怀英贤落马 为乐回马来杀郭槐 为君咒至 为下手不及 只撤得怀枪而去 卫兵不敢追赶 急救怀归债 拔出箭头 血流不止而死 司马昭下山引兵追赶 半途而回 下侯霸随后逃至 与江维一起奔走 围折了许多人马 一路收扎不住 自回汉中 虽然兵败 却射死郭槐 杀死徐志 错动魏国之威 将功补罪 却说司马昭犒 犒劳枪兵 发遣回国去弃 班师还洛阳 与兄司马师 专制朝权 群臣莫敢不服 为主曹芳 每剑师入朝 站立故宜 如真自备 一日 方舍朝 见师待见上殿 慌忙下塔迎之 师孝曰 其有军迎臣之礼也 请陛下吻变熏语 群臣奏施 司马师 句子偷断 并不起奏为主 少时朝退 师昂然下殿 乘车出内 前车后拥 不下数千人马 方退入后殿 不左右只有三人 乃太常下国选 中书令已封 光路待过张鸡 鸡乃张黄 后之父 曹芳之 黄丈也 芳赤退进士 同三人之密室商议 芳执张鸡之首 而枯曰 司马师 市振如小儿 去百官如草剑 设计早晚必归此人以 言气大枯 礼锋奏曰曰 陛下勿忧 陈虽不才 愿以陛下之名照 据四方之音节 以搅此贼 以搅此贼下侯拳奏曰曰 陈书下侯霸将属 因据司马兄弟谋害故尔 今若搅除此贼 陈书必回也 陈乃国家旧妻 安敢坐视 奸贼乱国 愿同奉赵讨之 方曰 但恐不能耳三人哭奏曰曰 陈等是当同心灭贼 以报陛下 方脱下龙凤汉山 咬破纸尖 写了血照 兽语张鸡 乃主曰 镇祖武皇帝 朱董成 盖为姬氏不密也 清等虚谨戏 误陷于外封曰 陈下何出此不利之言 陈等非董成之辈 司马师安彼无足也 陈下勿宜三人辞出 至东华门左侧 正见司马师待见而来 从者数百人 皆持兵器 三人立于盗磅 诗问曰 汝三人退朝何持 李封曰 圣上在内庭观书 我三人试读故尔诗曰 所看何书 封曰 乃下 商 周三代之书也诗曰 尚见此书 问何故事 封曰 天子所问 伊尹扶伤 周公摄政之事 我等皆奏曰 金司马大将军 及伊尹 周公也诗冷笑曰 如等其将无比伊尹 周公 其心使指无为王莽 董卓 三人皆曰 我等皆将军门下之人 安敢如此 诗大怒曰 如等乃口语之人 世间与天子在密室中所哭何事 三人曰 时无此状 诗斥曰 如三人泪眼上红 如何抵赖 夏侯玄之事已谢 乃立声大骂 曰 无等所哭者 为汝威震其主 将谋窜逆耳 诗大怒 赤武士捉夏侯玄 玄轩全裸秀 竟击司马师 却被武士擒住 师令将个人搜减 于张机身判 搜出一龙凤汉山 尚有血字 左右乘与司马师 诗事之 乃密赵也 赵曰 司马师弟兄 共持大权 将图窜逆 所以赵治 皆非正义 各部官兵将士 可同杖中义 讨灭贼臣 匡扶设计 功成之日 崇家觉赏司马师看帝 勃然大怒曰 原来如等 正欲谋害吴兄弟 情理难容 遂令将三人腰斩于世 灭其三族 三人骂不绝口 比林东市中 牙齿尽被打落 个人含糊数骂而死 师侄入后宫 为主曹芳 正与张皇后商议此事 皇后曰 内庭耳目甚多 躺视泄露 避泪窃矣 正言间 呼见师辱 皇后大惊 师案件为方曰 臣夫立陛下为君 功德不在周公之下 臣氏陛下 亦与一隐和别乎 今凡以恩为仇 以功为过 欲与二三小臣 谋害陈兄弟 何也 方曰 朕无此心 师秀中取出汗衫 置之于帝曰 此谁人所作焰 方魂飞天外 破散九霄 战力而达曰 此皆为他人所逼故也 朕岂敢兴此心 师曰 望乌大臣造反 当家何罪 方贵告曰 朕何有罪 望大将军数之 师曰 陛下请起 国法未可废也 乃指张皇后曰 此事张机之女 理当处之 方大哭求免 师不从 赤左右将张后捉出 至东华门内 用白炼绞死 后人有师曰 当年福后出宫门 显足哀嚎别之尊 司马今朝依此例 天教还报在儿孙 四日司马师大会群臣曰 今主上荒淫无道 谢尽昌忧 听信谗言 闭塞贤露 其罪甚于汉之昌义 不能主天下 吴锦安一隐 霍光之法 别立新君 以宝设己 以安天下 如何 中皆应曰 大将军行医 或知事 所谓应天顺人 谁敢为命 师岁同波关入永宁宫 奏文太后 太后曰 大将军遇立何人为君 师曰 陈关彭城王曹聚 聪明人孝 可以为天下之主 太后曰 横城王乃老身之书 今立为君 我何以当之 今有高贵相公草毛 乃文皇帝之孙 此人温功克让 可以立之 清等大臣 从长记忆一人奏曰 太后之言是也 便可立之众事之 乃司马师宗书司马胡也 十岁前十网原成 召高贵相公 请太后申太吉殿 召方则之曰 辱荒淫无路 谢尽昌忧 不可成天下 当纳下喜寿 富其王之绝 目下启程 非宣赵富许入朝 帮气败太后 纳了国宝 乘房车大扑而去 只有树原忠义之臣 含泪而送 后人有诗曰 昔日曹满相患时 欺发寡妇与孤儿 谁知四十余年后 寡妇孤儿亦被七雀说 高贵相公草毛 自艳是乃文帝之孙 东海定王林之子也 当日 司马师以太后命宣制 文武官僚被拦架于西耶门外拜迎 毛慌忙打理 太尉王夙曰 主上不当打理 毛曰 无义人臣也 安得不打理乎 文武扶毛上年入宫 毛辞曰 太后赵命 不知为何 无安敢成年而入 遂步行至太极东唐 司马师迎着 毛先下拜 师及扶起 问候已必 引荐太后 后曰 无剑辱年幼时 有帝王之下 如今可为天下之主 勿须公俭节用 获得诗人 勿辱先帝也 毛再三千词 师令文武请毛出太极殿 诗日立为新君 改家平六年 为正元元年 大舍天下 假大将军司马师 黄月 入朝不屈 奏事不明 待见上殿 文武百官 各有封刺 正元二年春正月 有细作非报 说镇东将军吴秋简 扬州刺史文亲 以废主为名 起兵前来 司马师大惊 正是 汉陈曾有秦王志 未将还行讨贼师 未知如何迎敌 且看下文分解